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曉祥 哎呀你輪轉天氣 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 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哇這麼好呀 那就多買個分享給姨婆吧 Hello 歡迎大家又來收聽自然料花與你 今天也有我的節目主持人 Anya和我們的嘉賓 袁醫生在這裡 袁醫生 你好 Anya 你好 大家好 你好 其實我知道今次我們有個主題 主題其實是在前幾集都輕輕大過 不過就沒有很詳細提及到 其實大家都可能身邊很多朋友 或者是親友都患上了癌症 主題是 其實知道在今時今日 除了西醫之外 其實知道自然療法 或者在我們的診所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也都處理過很多癌症的個案 醫生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其實我們有什麼方法可以 除了西醫 我們還有什麼方法可以幫到他們呢 其實跟大家分享過一些數據 現在今時今日 癌症可以說在疾病裡面 都可以說成為第一大殺手 一般情況 一般的文明地方的人 男性大概2.3位 都會有一位一身之內會有癌症 女性大概2.8位 簡單來說 兩個男士有一個 三個女性會有一個 上次都提及 現在的癌症 並不是因為年紀大的人才會有 其實越來越年輕化 是的 上次提及 在小孩子的年齡之內 差不多癌症是第二大殺手 緊處於交通意外 意外死亡 所以在我們的診所裡 其實癌症都是佔我們的病人裡面 是一個頗大比例的 頗大比例的 頗大比例的 所以我最近也有個病人 跟我談談關於他的問題 是 他說他也想知道 他說他女兒 他家人想知道 到底我們怎樣處理 真正正有什麼方法處理癌病 當時我都遮疑 因為實際 癌的資料其實很多 在我們的紀錄上 已經有350種有效的 醫癌的方法 有這麼多 當然傳統的醫療 都是作用化療 開刀、化療、電療 這方面的成效其實都不是高的 我會和大家 給一些資料 正確的數據 你看一下 到底傳統的方法 其實成效是很低的 好了 但我正在說自然醫療方面 我們如何處理癌症 以及我們對癌的看法是怎樣 簡單來說 我們說癌的特徵 基本上是有四個 主要特徵 第一 癌之所以出現 因為我們身體的養分 細胞下的用養能力弱了 正常的細胞 我們是用養分 是用一個氧化 來產生能量 但是如果一個癌症的細胞 其實它的細胞 是已經不能夠做這件事 它就會進入一個叫做發酵的狀態 即是它用一個 Fermentation的方法 是用一個叫做Glycolysis 即是另一種的途徑 去製造能量 但是這個途徑 這種製造能量的效果是很低的 所以你會看到很多癌症的病人 是慢慢地 我們叫做 那個體質會一路一路退化 因為細胞根本是 產生不到足夠的能量 所以缺氧是其中一個主要因素 1931年 有一位科學家 叫做Alto Warburg 他也提出這個理論 解釋癌的真正成因就是這裏 是因為缺乏養分 當然他也認為 醫癌的當然其中一個途徑 是將細胞用養的能力回復 你知道 接著我們很多350種癌癌工具 有很多重心都是用養分這方面的處理 第二個 我們叫做Characteristic 特徵 身體是缺酸鹼的問題 出現問題 身體是傾向於太過酸性 在身體一個正常的健康細胞環境 是大概PHS 即酸鹼值應該是7.4 即是7.39多 這是一個健康的狀態 但是我們的身體 當它因為我們飲食方面 毒素的因素 就是種種因素的新陳代謝 我們處理酸鹼出現障礙 身體中有一個很酸的狀態 有一個癌症 就很多時候在這種情況出現 於是我們在350種癌癌工具裡面 也有幾種都是針對酸鹼這方面的問題 基本上是將身體盡量簡化 待會我會簡單粗略一點 講一講有什麼工具 當然我會重心講 我們在診所裡面用什麼工具 因為我們不可能用350種工具 全世界沒有什麼診所 可以區別這麼多這方面的工具 主要都是採取幾種是有效 足以應付得到的 另外一個特徵就是毒素內聚 我經常都很強調 在自然醫療的領域 至少西方自然醫療的見解 大部分的病都是兩個成因 主要都是毒素內聚和營養不良 所以毒素過分的過度過量的毒素 也都導致癌的特徵 第四當然身體的免疫能力差了 你自己的免疫能力 當然免疫能力是可以代表很多很多東西 在免疫能力差的時候 我們的身體就沒有辦法 控制我們一些身體本身的細胞 不受控制地生長 好了 這大概是四大主要的特徵 在我們的處理癌症病人裡面 我們都在醫學上 我們都有一種說法 如果癌症病人需要什麼幫助 才能夠成功地克服癌症呢 這四個條件很重要 第一 他一定要有積極的態度 即是他不要害怕到不知所措 亦都是很灰心很負面 他應該採取一個很積極的態度 來面對這個問題 他亦都需要朋友和家裡的輔助 因為很多時候 當癌症病人 他很多時候已經遇到這個情況 都六神無主 亦都很需要家人或者朋友 在床旁幫助他的 可能癌令到他的身體體質已經很弱 很多日常生活方面的事情 可能單靠自己是不足夠的 所以我很多時候看過癌症病人 成功力多不多 亦都要看看他家人的態度 很可惜 在我的處理經驗裡面 很多時候在遇到這個情況 多數在家裡都有很多爭拗 起碼有兩大派 有些人認為一定要看西醫那套 化療、開刀、電療 他認為這些是一個 起碼在傳統 都不是傳統 是一個所謂權威的方法 大眾都認同 政府也都虛揚 所以很多人都在家裡 都希望用這種方法 但也有些人可以這樣說 試過這種方法 即是用過了 其實就越癒越差 或者進行化療 本來是一個療程 可能中途 人已經感覺到很殘弱 頭髮又掉了 很多人會知道這個方法 可能自己感覺是不對的方法 他會企圖轉換另一個方法 但很可惜 一般人對這方面的資訊很少 一般大眾傳媒 通常都是對西醫以外的醫療方法 都是採取一些很負面的態度 所以一般人就算聽到這個訊息 都是對這方面的認識 都是負面的認識 是多於正面的 所以當他們遇到這個情況 除了他自己身體感受到 開刀、化療、電療 令到他越來越差的時候 他開始有另外的想法 但多數人都會先走一般西醫的路 所以很重要 你要找到一個醫生 或者專業的醫療人員 能夠有足夠的能力 處理這類的問題 當然我們雖然香港有很多不同的醫療 包括中醫在內 但中醫一般來說 都未必 一個中醫師未必一定有這方面的經驗 或者能夠處理得到 但我知道有些中醫生 他真的在這方面 鑽研了一段長的時間 所以他也很懂得使用這種方法 除了這三個字外 最後一定要行動 不要猶而不決 要開始改變 雖然我經常跟病人說 有時候他遇到這種情況 可能對前醫療的認識很少 他也一定有些戒心 有時候都猶而不決 我都希望 我通常會建議很多這方面的資料 有些DVD 有些書 叫他回去看 中英文書都有 這方面的書都很充足 當然 一般人想著很嚴重的病之下 你叫他即時做決定 令人變得比較困難 當然也很可惜 很多時候 一看到一般的醫生 即所謂建制的醫生 通常都很急急 跟病人說 他要發快去做事 很擔心你遲了之後 可能會變得很差 很難處理 在某個程度上 我大家都認同 及早發現 越早處理 會已有優勢 等到很遲 等到已經擴散 一般來說 如果癌症還未擴散 基本上是不太難處理 通常難處理 難處理是當癌症擴散 所以一般的態度也是 因為一遇到癌症 醫生通常叫病人 快快去開刀 要割掉 快快去開刀 要進行化療 令到病人的感覺 死了 我可不可以拖 要立刻去行動 但問題是 一般現在的開刀 化療的成功率 真真正正的存活率 其實是很低的 我想在化療方面 大概只有2-3% 真正的存活率 是不會太高的 當然 一般醫生 都會告訴大家 其實我們不是的 今時今日 我們處癌 醫癌的成功率 差不多有50% 其實這是很誤導別人的 因為第一 很多因素 將這個數字 是強行弄高了 遲些我再跟大家 再分享各方面 為何問題是不可靠的 今天我希望 都著重於 在我自己的診所裡 大部分我用什麼工具 以及有哪幾個方向 我剛才所說的350種方法 大致上我們有12個方向 十二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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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個方向 我們就叫做直接殺癌細胞 直接殺癌細胞 你會發現 很多我們用的工具 很多時候 每一種工具都包括幾個方向 我現在想說十二個方向 我簡單先講一講這十二個方向 第一 我們會直接找些工具 直接把癌細胞 或者跟癌有關的病毒 或者是魔菌 直接將它消滅 第二 從身體排毒 第三 我們就要把免疫能力推高 第四個方向 就是把身體酸鹼度 將它簡化 因為剛才所說 很多時候是過酸的 第五 我就把身體細胞充養 令身體能夠繼續用養分 第六 就是把身體酵素的能力加強 第七 就是要扶持身體的吸收 很多時候癌症病人 到最後吸收醫療有問題 一直消瘦下去 亦都導致死亡的原因 所以我一定要幫助病人 在營養方面 要扶持它 讓它能夠吸收營養 第八 不同的器官 我們都要用不同的方法 去幫助它 我也強調癌是一個整體問題 癌是一個新陳代謝的問題 好像糖尿病一樣 是一個新陳代謝的問題 但是背後也有不同的器官受影響 有時候會影響到肝臟 有時候會影響肺 有時候會影響子宮 有時候是腎 所以我們在某程度上 我們都要扶持器官 有不同的工具 第二 就是我們的生活方式 飲食習慣 飲食習慣 我們個人護理這方面 都要改進 第十 我們通常用一些特別的工具 將我們身體的細胞 我們稱為頻率 vibration 能量方面 是儘量提升的 第十一 我們要知道 癌症病人 很多時候 在生活上 可能有些創傷的經歷 情緒上的打擊 很多時候 我們都要在這方面 都要幫助它 抒解它 第十二 就是荷爾蒙的平衡 這個可以這樣說 我現在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我們在做的時候 其實我有不同的工具 其實是針對這十二種方向 每一種工具 其實有時候 都不是單一的 有時候是會處理幾方面的 那三百五十種裡面 我都是在過去經驗裡面 我會抽樣的 抽出來用這樣 比如說直接殺過癌細胞 有一種工具叫做燒泥 Z-E-O-L-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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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泥 消泥這個工具 是一種佛石 一種礦物炎 它發現它真的可以 是把細胞 直接消滅它 可以說是一種 有些納米成分的 一種礦物炎 除了可以直接對付這些 癌細胞 它也可以排毒和增加我们身体的酸碱度 泥土的矿物通常是酸碱度的 它也可以促进我们身体的基因 叫做P21基因 这种P21基因可以直接叫做癌症 是癌细胞直接去消灭它 因为这种基因的信息 可以将癌细胞里面的核子 核心的酸碱就可以直接处理它 我们过去医学上有些临床的经验 其中有一个是65位的病人 大部分是第四期 第四期即是第尾期 通常是两个月的 最多是两个月的存活 就用这种的液体 酸碱是一个液体 通常我们都是用滴剂 用15滴 用一瓶水 一天就喝 可能用三次到五次 基本上就多些比较好 隔下果会更加好 好了 这65位差不多大部分 是第四期的尾期癌症里面 经过两个月的采用 这一类的液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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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位的人 差不多是癌症已经没有了 而且是存活的 这个差不多成功率 有78%完全跟随 这些尾期癌症 而且有89% 至少病人还继续生存下去 很惊人的效果 烧泥这个工具 其实是做些什么呢 它可以说是一种chelation 就是它将我们身体的重金素 是拔走它的 所以很多时候 烧泥我们除了用在癌症 我们都用在其他的毛病 比如自闭症 有时候和水银毒有关 它可以将重金素拔走 它有很多杀虫药 除草药这类的毒素 是由我们身体里面去带走的 它的吸力通常是去重金素 比如鱿、水银、甲、Cadmion、鲜、沙埃 和其他重金素 它可以说是将我们身体的这种毒素拔走 而且它也可以像一个陷阱 专门对付这种病毒的微粒 因此病毒和癌症 有很多时候很大关系 这个就是一种烧泥 其中的方向在这方面处理 除了烧泥之外 有一个工具 也有很多严历史 就是一种草药 叫做Black South 一种塗上皮肤的药膏 这个药膏的好处 就是能够将我们 如果你的身体有些 譬如有些皮肤 有些病症 有些病症 有些 lesion 你又不太知道 到底这个皮肤 出现的异常的肿化 到底是否良性或者恶性 原来这个Black South 这个好处是不重要的 你可以查下去就可以了 查一次就可以了 如果它是良性 就差不多是没有什么 发生的 没有什么反应的 查了之后 一段之后就没有什么反应 但如果你是一个癌的皮肤癌 它是会有很大的反应 它会一直侵蚀在你的皮肤上 皮肤一直这样吃 我看到有些病人 有时我自己看到 都觉得这么厉害 通常是面部 外籍人士 皮肤白那些 很多时候会比较多 你会看到 皮肤塗了叶膏 Black South 它一直腐蚀下去 一直吃一吃一吃 就整个吃了一个大孤孔出来 好可怕 有时你觉得 哇 这么大的孔 那接着会怎样 就算好之后 会不会有很大的孔 很奇怪 它虽然一直吃一吃 到最后 当它好之后 那孔会自己填满出来 这件事你真是不可思议 有时只塗一次 塗一次就行了 你不用塗第二次 有一次就行了 因为它要继续去 如果你的癌细胞是很深的时候 它会一直这样吃下去 吃得很深很深的 这个在皮肤癌里面 差不多是我的首选工具 就是我遇到有些病人 他去看医生 他去看医生 医生说我这个皮肤癌 要割了 那你知道 我见过有些病人 是割了 割了之后 又要補一些痕 他觉得很深的 他不会表面 那样切掉表皮 他其实里面的肉 都刮了一块 很多时候我见到 这些病人 经过西医 这种开刀的处理 真是很肉酸 整块肉都没有了 那面部 尤其是额头 有很多疤痕 但是最糟糕的就是 始终你割是靠手术医生的手势 总之他尽量割 他很难说一边割一边厌细胞 所以到底是否完全割了 是没有人知道的 但是用这个 我们叫做黑药膏 黑药膏 其中一 其中一 它里面就不要紧了 因为如果它是癌细胞 它会继续进均下去 继续一直吞食它 一直来到吃吃吃 吃到它真的认为没有了 它就停止了 然后还会慢慢復原 它就会慢慢復原 除了皮肤癌 这个是我用的主要工具 因为基本上我用这个 基本上没有什么失败例子 好好好 当然我也不能说 我们很多很多 不是有几百钟 我遇到这个情况 我施展这个工具 效果非常好 通常病人 一般的反应也是 我最近有个病人也是这样 他面部了一块 我看上去就是不太规则 就是那个外线是不平常的 我觉得这个机会 可能也不太好 但是他看过皮肤医生 初步认他 认为这个是良性的 没什么问题的 但我看过那个样子 就不觉得是那么良性的 我说不要紧了 如果你就是试试这个方法 是不是 那就测试一次 如果是有事 就帮你处理了 如果没有事 就没什么反应 其实他也很不经意 我说这个时候 因为他有其他的问题 其他的癌症更严重 所以他说这个时候 他也是说过就算了 但最后他说 好了好了 你都给我试一下 我试一下 两天之后 他就立刻回来了 他说哇 你看我这里 整个变得白了 皮肤一块灰灰白白黑黑的 整块的 你看到 有反应 皮肤癌的 皮肤癌 我解释给你 这个代表是癌症 当然他有点失望 他说我医生说我不是 我说不要紧了 总之如果是 总之处理了 对 总之处理了 这是我们经常用的 效果是非常之好的 是 最惊讶的就是 真的 那个洞大到 整个五毫子 一元 都挺深的 可能半cm 那么深的 有时候我都觉得 哇 会不会很大疤呢 那几宗的个案 最后都很干净 恢复得很干净 那这个就是 就是在我们 在那个 用那个直接 直接处理方面 我自己手上 是过去 都常用的工具 但是呢 其他有些 比如有个 有个叫做 清高 是一个 是一个 Wormwood 那这个呢 是在 Hooder Clark里面 有本书呢 他认为呢 所有癌症呢 都是跟那个 寄生虫有关的 那意思乎呢 他就推药呢 就一个呢 是用一个 Wormwood Green Walnut Tinture 就是那个 Wornut 那个核桃 核桃 一种 生的核桃 里面 製造出来的 的 液 嗯 嗯 那这个 那这个 那这几个 其实他的理念 都是直接的 那他也提倡 用了一种 叫做频率机 是直接呢 是製造的频率 是把癌细胞 直接杀掉 那这个也是 属于 直接杀癌的工具 OK 那我们还有一个 就是用那个 梳打粉 上次和大家 都略略的 简单都说过 那梳打粉 那个医疗工具 其实有两个方向 那一个方向呢 就是因为 是认为 癌是 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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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大利的 癌 肿瘤科医生 那他也都 在这方面 写了一本书 Cancer is a fungus 那他解释 那其实癌症 是一个 默菌的问题 嗯 但我们过去也强调 其实很多时候 什么病呢 都是因为 那个环境 体内的细胞环境 当我们身体的体内 细胞环境 就是污染了 那他就会 身体的细胞会变的 可能变成细菌 可能变成细菌 可能变成病毒 可能变成毛菌 或者脸猪菌 那样 所以呢 其实是什么菌 都好 其实主要是那个环境 好了 那原来呢 那个梳打粉 对付毛菌 是很有效的 哦 那他就直接用注射的方法 是 也是用饮用的方法 也是用体肯的方法 也是用体肯的方法 那譬如你是大肠有大肠癌 那用梳打粉 就是浓缩的梳打粉 开了水之后 直接灌到肠里面 是 那这个就是一种 就是用梳打粉 即是那个概念 就是直接杀癌的方法 好了 那除此之外呢 也都有一些工具 我也都有用的 就是用那个 用那个 用那些 电和磁力的频率机 是 frequency Pulser 那样的 有时候对病毒那方面 我都会 是带一副仪器 带到手那里 是 在那个 贴了一个 一个 一个 那个电道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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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放在那个 手腕 那个动物的地方 那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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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磁器呢 就会产生不同的频率 直接把那个 癌细胞 和病毒 直接杀了它 那我们医癌之病 也有人提倡 用这个 这样的工具 去做 用频率去杀它 所以 这个是属于 在我们的 在我们的診所里面 我们采用这些工具 属于可以说 直接对付 这方面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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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法 明白 那 那 有先说 一个 是不是 都很多工具 和很多 例子 是的 既然 我们都说 有时候 念珠菌 大家都听过 念珠菌 很多人都会有 但是 念珠菌 其实很难 用那个 检查的方法 就是化验的方法 去知道有没有 是 原因就是说 其实念珠菌 我们个人都有 我身体个人都有 如果它有 不是代表 一定有事 通常是念珠菌真身 多到 你身体 是处理不了的 是 所以 才出现问题 所以 暂时来说 没有一些简单的 化验方法 可以知道 到底你有没有这种 黏珠菌真身的问题 但是我和大家分享一种 很简单的方法 也可以让你知道 测试一下 对自己有没有黏珠菌 好了 做法是怎么做的呢 首先 我要将一杯清水 摘在床边 摘在床头 因为 起床了一起床 醒的时候 记得不要做任何事情 不要拆牙 不要放在口中 不需要喝水 慢慢地 儘量儲存一些口水 慢慢地 不要吞口水 慢慢儲存它的口水 接着 你就 套多些口水 在清水上 接着 观察那杯清水 每大約15分钟 去看看 观察大概一个星期 如果你发现 十五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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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半个小时 四十五分钟 你发现 口水 变得很混熟 其实这个代表 你有黏珠菌的症状 当然 如果是很清的 杯水 或者 口水 都很清的 其实代表 没有黏珠菌 还有其他资料 我们可能会怀疑 会不会有些问题 譬如有些人很喜欢吃花生醬 或者吃popcorn 有些人都说 这是一种黏珠菌的症状 亦都可能是precanceless 是的 好了 这个就是我们 一个简单的方法 让你知道 有没有黏珠菌 这个问题 就是黏珠菌 这个问题 好了 相信各位听众朋友 都想听多些 帮我们休息一会 稍后再回来 请教袁医生 28824848 网址3w.healthshop.com.hk 自然疗法与你这个节目 是由大康自然健康中心赞助 我们又回来自然疗法与你了 刚才上一部分 袁医生和大家分享了 有很多可以直接的手法 原来可以对付癌细胞 以我所知 也有刚才分享过 也有一些排毒的手法 可以对付癌细胞 或者处理癌症 可不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袁医生 好了 在癌中 我都说 毒素内聚 尤其是癌的状况 是更加严重的 那有什么排毒的工具呢 其实简单来说 在某程度上 很多所谓的生机饮食 其实都包括排毒的 会清淡一点 让身体有足够的时间休息 让身体自己的排毒的机制 可以直接发挥得好一点 明白 当然最直接的排毒就是洗腸 在我们的洗腸中心 我们都会加些东西 有这个服务 我们差不多都做了很多年 我们都是第一个 将洗腸引进来香港 其实洗腸都由我们的诊所开始 发展到全亚洲 好了 我们早期 我们会用什么工具呢 洗腸其实很重要 因为这个排毒的机制是很重要的 我们会在洗腸的时候 我们会加些臭氧 水里面是帮一些臭氧进去 洗腸完了之后 有的时候 我们也会顺便加上梳打粉 是 即是始终 梳打粉是一个很重要的工具 刚才有提及到 或者用热露素 或者抑菌 有些人常常担心 洗腸之后抑菌洗了 其实不用担心 因为大部分的洗腸中心 都了解这个问题 会补充 会补充 明白 就算我觉得 你不是当时直接补充 你尝试口服也好 其实身体的抑菌是不能洗完 但最重要 我就用咖啡灌场了 大家可能都听过咖啡灌场 咖啡灌场是一位 Max Gersen 为主 在他用的Gersen Therapy 里面 这位德国的医学教授 在祖然用这种提倡咖啡灌场 来帮干排毒 所以我们在洗腸里面 我们很多时候做咖啡灌场 在我们过去处理很多癌症病人 都发现很多时候 病人如果肯进行 或者接受碗腸水疗 就算他在做化疗也好 或者电疗也好 他们的创伤是减少很多的 他会看到 很多时候他都说 在他其他朋友里面 或者病人里面 他遇到 如果同样接受化疗 或者电疗 他做的洗腸 他身体是捱得好很多的 主要就是因为 我们帮他的身体是排毒的 好了 除了我们会建议病人做碗腸 通常在这种情况下 我通常一个星期做一次到三次 视乎当时的状况 还有咖啡灌场 如果尽量可以 一天做几次都可以 因为你知道 癌症其中一个问题 可能会很痛 咖啡灌场 帮你的身体排干 亦都可以帮你减低痛楚的问题 但是当然 癌症尾期 痛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在美国 都发现 都是可以用大麻来处理痛 用吸大麻 都成为一个医生开方的方法 好了 除了碗腸水疗 和咖啡灌场 我亦都在诊所 我亦都有一种叫做 体質水疗 体質水疗 主要是我们用一种水温度的差别 由很冰冰的毛巾 交替用很热的毛巾 敷身体的胸背的地方 是 胸背的地方 是我们身体五臟六腑的地方 你知道 如果大家有经验 是进行这些水疗 其中在很多地方的水疗 它有不同温度的水池 热水 跟着冰冰的水 其实如果你在浸冰液水的胶 交替之下 会促进你的血液循环 哦 其实我们这个体質水疗的目的是 将同一个血排毒 将那个血液推动的血液循环 流畅我们五臟六腑 是 希望从而淨化血液 在这个体質水疗里面 我们很多时候都会用一种 一个特别的德国的光疗基 将身体的细胞 是一个细胞层面来处理的 是 有时会用了病人的尿液的频率 将它加弱 经过一个特别的移气之下 将它进行一个细胞方面的排毒 是 好了 在这个体質水疗里面 我们很多时候 就是 完美的时候 我们加上 用一个苏联的太空科技 是 可能有很多人都听过 是 一种叫神经系统协调器 其实是 调理我们的自律神经系统 那为什么我们需要 调节自律神经系统呢 其实自律神经系统 是在做什么呢 是 简单来说 心肝脾肺神的控制 其实都是受我们的神经系统控制的 那控制我们的心肝脾肺神的功能 的神经系统 就是自律神经系统 在我们脊椎两旁 自律神经系统 就是 会散 分布在其他器官的 那我就用这个的仪器 这个电子神经系统协调器 就来掃脊椎那方面 是进行这个 我们叫做神经系统的排毒 嗯 那做一些就是淋巴 是吧 用淋巴排毒 嗯 去推动的淋巴方面 同时呢 我们会做一些臭氧的sona 或者红外线的sona 经过皮肤呢 是帮它来发汗 来排毒 嗯 同时呢 我们都会用一些 负离子的氧气 吸收这个 可以和肺去排毒 是 那这是一种排毒的工具 嗯 那还有一个呢 我和大家都好像都提及过呢 就是用那个 用那个 浪油 是吧 是 用那个椰子油 是 没错 用椰子油 另外呢 我亦都有一种叫做cast oil pack 是 这种沉麻油来的 那这个呢 那这个呢 是说了很多的了 通常呢 我们会将这些 将它涌布 浸在这些cast oil 就敷在我们的身体的横处 是 比如在肝那方面 比较重要一点 嗯 那接着呢 就用一块胶布 就包住它 跟着呢 就因为它油的嘛 是 那接着呢 就放个热水袋 包住热水袋 就敷它 大概半个钟头 一个钟头 是 那这些都是一种排毒的方法 那也都有一些工具呢 是用一些特别的那些 那些泥 那些土壤那些泥呢 是 帮助我们身体呢 做浸浴的方法呢 都是一种 就是非常之有效的工具 好了 那就是排毒的这方面呢 就是 除了这几个 那还有一些 我们都是 都经常用的了 是 清肝 清肝和大家 以前和大家分享过 是 有提及的 都一定长的时间 那有些呢 就是 敷一下敷个油 那大致上呢 我们都是用这几种 简单一点 那当然了 在家里的日用品方面 我们都强调了 最后呢 在家里的花灑里面呢 装一些锤绿的花灑的过滤去 就是 始终在水里面 那当然我们饮用的水呢 最好用一些很质素的 那个 那个 淨化过的水 那我们有一个工具呢 有五个层面 五个step 的 将那个水呢 是用五个程序呢 将它淨化 跟着呢 有些特别的物料呢 就是把水呢 那个 就是那个 能量加强它 那我们叫做波动能量水 那很多时候呢 我们的病人呢 都会在那个健康店 就就是 就是用这种 就是买这些 就是减低毒素来源 是 那第三个工具呢 就是我们叫做 要有什么方法呢 去增强我们身体的 那个免疫能力 是 是 是 那当然很明显啦 如果你身体的免疫能力好 你那个癌是 就是没有办法范围的 嗯 那也都很强调啦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癌的细胞 就是看那个数量多少而已 那还有呢 看你自己的免疫能力强不强 是 如果你免疫能力强呢 你身体那些癌的细胞 其实是不断地出现 嗯 那我们身体有能力 是处理到它的 但是如果身体的免疫能力弱的时候呢 那很可能呢 我们处理这方面的能力 就会弱一点的 是 那在我们的工具里面呢 有一种叫做Beta-1-3-D Glycan 那这个呢 是很多的有效的 的处理癌的 的菇类都有的 是 尤其是巴西蘑菇里面呢 在他们研究 巴西蘑菇 为什么会对那些癌症的效果那么好呢 是 那原来发现呢 有这种这样的特别的成效呢 是增强我们的免疫能力的 那也都很多的菇类啊 我们知道 灵脂啊 云脂啊 大家都听过 是的 是 是 那这种方法呢 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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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消灭了 但是呢 都是跟 早期的工具已经差了 但是有时候大家都都 也都听到有些人呢 是采用那些初语的 是一种一种一种 一种一种特别的 的那个 抗体比较高的那些奶粉 是 那这些是一种 那这种的哪种呢 那呢 那呢 那这有一种呢 那这种呢 那这种呢 当然希望可以製造一些专利的药物 结果Graviolla始终找不到一种成分的效果 跟水果一样那么好的 结果它就放弃了 但这方面的研究其实也很多 Graviolla也很多时候被人製造一些 营养补充剂的形式都可以用得到 这就是简单来说是一种增强免疫能力的方法 第四的策略是酸碱度 我们会用简化 我通常在病人里面 我会用检验酸碱度的试试 早上起床或者一天里面就凉 吐点口水涵一下 即是记录我们身体的酸碱度的情况 以及尿液 尿液很简单 你俄读尿下去 你都可以看看酸碱度 我们都要求在口水那里 尽量要接近到7.4 很多工具包括我们刚才说的梳打粉 很明显会简化我们的身体 有一种工具是Cesium Cesium chloride 可以说在我们化学的微元素里面 它属于最简性的 现在有一种工具是用Cesium 这种方法是一种噴霧剂的 一种液体的 早年它用的是一种鹽 Cesium chloride 但它也有副作用 也有些人直接用Cesium chloride的酸碱 都出现了一些不良的反应 最新的工具 就开始用一种氧化的方法 原来效果是更加好的 当然了 梳打粉是最容易找到 大家可以这么说 都可以在市面上买得到 最好就能够在药房买的 我们叫做pharmaceutical grade 比较顺的 做这种东西 好了 其实很多蔬菜类都是简性 是吧 我们有听过五行汤 日本一个药石和博士 它设计了一种蔬菜汤 原来它家里有家族性的癌症 每个人都胃癌 到它那时候 觉得很多家里的人 是胃癌死了 那它在这方面 就注研了一轮 就发现用这种五行汤 五行汤 都是一种简化作用 也是清肠胃 这方面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生机饮食 为什么也可以处理到癌症 其中一个原因 都是这方面 是 我亦都知道蔬菜里面 有些皮 譬如橙皮的白色那部分 是一种物质 我们叫做 这种特别的成分 是可以帮助我们 处理癌细胞 如果大家有机会 需要采用这种方法 就可以做一些打果汁 打果成水果 不要只是榨汁 是 那你切橙的时候 将橙色那方面 你就批掉它 是 但白色那方面 就保留它 用一个 强力一点的 混合器 将整个水果 脸皮 打起它 因为原来水果皮 里面 有些对付癌的物质 是很丰富的 所以这个 亦都一种 大家可以在家里 都可以尝试用 我自己的诊所 有些特别的 搅拌机 五行汤 梳打粉 这方面 都可以尝试用 好 好了 还有一种物质 叫做MSM Matthewsulfo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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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 由DMSO 里面提炼出现的物质 发现 如果在大饰量之下 亦都可以处理癌症 亦都可以排毒很好的工具 亦都可以简化我们身体的工具 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养分 大家都听过 养分 我们癌的其中一个 出现问题 就是我们身体的 细胞处理癌方面 是出现障碍 身体不能够氧化 我们身体的营养 进而产生能量 那奥特ewsulfono 三一元 是拿到罗贝尔奖 因为提出这个理念 解释了癌的成因 好了 我们会用一些养分的液体 叫Oxy-rich drop 也有一个叫有机者 有机者是一位日本的地质学科学家 在无意之中提议了一种有机者 他处理了自己的后癌 这个后癌 也是靠这个有机者 控制得很好 很多年前 我都看到他那本书 我曾经去东京探访过他们 当时我见到他的太太 这位科学家 他当时最后都过身 因为他始终年纪很大 但是他的方法 一直在他太太 他一个德国籍的太太 在东京帮他继续续续诊所 当然大家都听过 商养水 也有些人企图 用商养水的方法 就进行治疗 当然在医学上 如果是处理这种情况 他就用静蜜滴注 当然那个大约的浓度很少 0.3% 如果大家用口服的方法 我们都会加一些盐汇汁 那方面 滴剂是慢慢加的 始终一步一步加上去 食指到自己的感觉到 抵着多少就用多少 大家也听过洪景天 洪景天是高山症的 也帮助我们身体处理养分 在低养的环境下 很多人出现高山症 洪景天在西藏、中国、高原的地方 都是一种常用的草药 有些人都利用洪景天 能够帮助我们细胞 处理养分更加有效 都用这种对付处理癌的方法 OK 刚才我们说 在洗腸里面 我就会用一些臭氧的水 进行洗腸 也是一种养分 好了 还有一个效果高到90% 这种方法 这是一位在德国有位教授 他推荐两种很简单的工具 每个人都在香港很多地方都能够买 用什么呢 就是用阿麻子油 交茅屋芝士 OK 这两种混合物的目的 是会令到我们这两种食物 结合成为一种叫做Liproprotein的物质 这种物质容易进入我们身体的细胞 进行氧化的作用 所以一定要混合物质 不要说我可不可以吃阿麻子油 然后吃麻屋芝士 效果就不是这样的 一定要把它混合物质 大约的分量是如何混合物质 简单来说 可以说是一汤匙的阿麻子油 混合四分之一杯的麻屋芝士 如果能够用低脂肪的或者有机 最好 但始终有时未必那么容易买得到 似乎的情况 有时可以分量加高一点 譬如三汤匙 两三四汤匙 用半杯的阿麻子油 也是一个比较浓一点的 简单来说 通常香港也有时候买到 这些小小盒装的 200克 250克的麻屋芝士 通常是这样的 我会加大约四汤匙 阿麻子油 再用搅拌机 把它切底混合 不要让它油还油 芝士还芝士 切底把它搅拌均匀 接着这就是一天的分量 一天喝一盒 小小盒 这样的 当然有些人说 吃得多好像很寡 可以自己加些 加些乳酪 加些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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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令到味道更加好 当然 香港人吃芝士的习惯 不是那么多 如果遇到这个情况之下 你可以用一下乳酪也可以 乳酪也可以 最重要的是 一定要有硫磺质的硫磺的硫磺 硫磺的硫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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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硫磺的硫磺 就混合了 硫磺之后 一定要这样的搅拌出来 才有这样的硫磺 才有这样的硫磺 明白 在这方面 可以这么说 就用了很多十年 曾经七次 被人提名 去拿诺布尔奖 但是很可惜 如果他拿到诺布尔奖 我相信 这个方法 一定是被大大的人 会采用的 可惜 始终因为政治因素 这种这么简单 这么便宜的方法 通常都不会被人推药 好了 既然养分 是一个很主要的成因 导致我们的癌症 有时候我们都会问一下 为什么我们的身体 身体会慢慢缺乏养分呢 什么成因导致我们身体 处理养分的能力这么差呢 当然 简单来说 毒素内聚 我经常说 如果我们的细胞里面 毒素积得太厉害呢 我们的细胞膜里面 吸收的营养 那方面 就越来越弱的 虽然我们的细胞 呼吸 是会出现障碎的 是会出现障碍的 那会导致我们的细胞的养分 低了 是 我也知道 我们现在大气层的养分 其实是越来越低的 嗯 对以前来说 已经少了 应该正常 应该大概17% 但现在21% 我记得中学读的时候 是比较高的 是 现在很多大城市 可能剩下17% 那好了 那身体呢 如果是 即是不足够养分 它用发酵方面 那它产生了很多乳酸 而且你知道 大家做运动做得多 都会有时觉得 周身冤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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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就因为这些叫做lactic acid 是聚绩的太多 是 那癌症的病人 通常都是身体很疲累 嗯 没什么气力 那就是因为乳酸的问题 好了 化疗 和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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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疗 也都是导致很多 这方面 那个癌 那个 出现癌 也都是 那个养分 就是降低的 所以很多时候 我都不希望 病人 去采用这些 化疗电疗 因为这个 真是很伤身体的 嗯 也会直接破坏 我们身体 就是那些 呼吸的酵素 我们叫做 Respiratory Enzyme 是 其中一个是导致 为何会养分出现问题 是 除了这个之外 第七的方向 我就用那个酵素了 是 这个资料 然后呢 主要是 有本书 是 Dr. William Donald Kelly 是 他是一位牙医 在1963年 他就患了 胰臓癌 嗯 那么他呢 他呢 当时呢 他就知道 在胰臓癌 在现时的建制医疗 是基本没有什么存活的 机会 是 差不多百分之一百的死亡 是 那么他当时呢 他知道呢 他就不想认命了 他就进行不一连串的研究 那么他被他发现了一种方法 就主要是 用大剂量的胰臓酵素 来都处理的 那么在他的经验里面 那胰臓的成因呢 都是主要是我们身体的酵素不足 是 还有呢 癌呢 是我们身体的伸直细胞 在一个异常的位置呢 企图呢 是成长成为一个胎儿 那么癌呢 其实是这样一回事来的 嗯 那么所以 为什么癌呢 很多时候呢 被发现的时候呢 都是很美奇呢 因为癌的细胞呢 因为我自己的身体细胞来的 是我们的伸直细胞 只不过是一个错误的地方呢 就成长起来 那么 为什么会让这个癌的 这些这样的伸直细胞可以这样成长呢 就当我们身体的酵素呢 癌状酵素不足 那么你知道 酵素帮助消化蛋白质的嘛 那么这些这样的细胞呢 可以说呢 是多余的 不应该出现的蛋白质呢 正常的身体的免疫状态好 和酵素粗呢 会将它完全消化了它 那么这个呢 这个呢 是导致呢 是我们的身体呢 就是出现癌的其中一个原因来的 那么在胰状癌里面呢 我相信呢 这个方法是最合理的 那么现在呢 这位呢 这位呢 Dr. Kelly呢 都是呢 用这个方法呢 用他这一套的方法呢 当然呢 其中呢 而癌状酵素是一个主要工具呢 他处理了成个万宗的癌症的病人呢 那么他根据他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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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历呢 他差不多说呢 有成93个percent成功率 那如果那个病人呢 是进行这个他方法的治疗的时候呢 起码个身体的内藏的器官呢 比如肝啊肺啊肺啊肾呢 都起码完整 起码有百分之有一半的功能 就是不要身体的器官都已经很坏了 可能都未必够的 那么他说呢 如果他们在全面进行的时候呢 他们的成功率呢 是差不多去到93%的 但是呢 他说呢 如果那个病人呢 是同时又去做化疗啊 又做电疗呢 那个成功率呢 就变回得好像8个percent的 少了很多的 好了 那么除了我们都会用这个 这个癌状酵素之外呢 那么我们也生机饮食呢 也都是一种 就是保持酵素呢 因为我们进食食物里面呢 尤其是煮过的食物呢 我们是需要酵素消化的 那如果我们酵素不足 已经导致我们身体出现癌症了 那所以呢 我应该呢 保持我们身体的酵素的处备 尽量吃一方面呢 就不要需要吃一些食物 需要很多酵素 那需要吃一些呢 是生机饮食 那变成呢 我们在食物里面呢 吸水多些酵素 也都不会消耗我们自己体内的酵素的 那我们也有一个工具呢 叫做灵脂酵素 是 用灵脂的做培植出来的酵素 是 那这个呢 也是我们现在处理癌症的 常用的工具来的 那 那用法的很简单 我们就会用的 比如那个 我有一种高分能的酵素呢 我差不多一天都 剂量都用到几多的 是 两粒 一日六次 三次就饭后 三次就饭餐之间空土用的 那我用灵脂酵素呢 我也是呢 用一杯仔 混水 那就是平时可以喝它两三次 那这个呢 是我们的 就是处理的手法里面 就是第六的手法 是 嗯 明白 多谢袁医生的分享 其实呢 刚才都已经说了 有六种的工具 如何去处理这种癌症 用这些自然疗法的方面 那其实呢 我们刚才医生提及的 其实总共有12种的 所以呢 我们就会留下 下一集呢 就会再找袁医生 就请他 和大家再分享 其余的六种的工具 如何去处理癌症的了 那不过呢 有个消息 和各位听众朋友说 因为袁医生呢 接下来的时间呢 就会去 进修一段短的时间的 那所以呢 其实自然疗法与你呢 就会暂别大家 可能停一会儿吧 是的 不要太久的 是的 大家千万别担心 所以说回来呢 和大家继续 因为实在资料很多很多 是的 没错 也有很多电邮 都没有时间回答的 没错 没错 所以大家都不用太担心的 其实袁医生一回来呢 其实我们就会再开始 自然疗法与你了 那我在这里 再次很多谢袁医生 这么久以来和我们的分享 希望这个暂别之后 尽快跟你见面 好吗 好了 那这里和你说一声 拜拜了 拜拜了 我们下次会再继续 好了 拜拜 拜拜 H-E-A-L-I-N-G.com.h-k